以巴战争持续延烧 在各国外交权力进行角力之际 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空中和地面袭击 在过去24小时内 总共造成10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星期二联合国安理会就阿尔及利亚代表阿拉伯国家 提出的一份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该草案要求在加沙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 并且无条件释放在去年10月7号袭击中 被绑架的所有人质 中新社报导 这份决议草案获得13票赞成 一票反对和一票弃权 美国投了反对票 英国投了弃权票 由于美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拥有并且在这次投票中行使了一票否决权 所以决议草案并没有通过 法新社报导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声称 这次投票是一厢情愿而且是不负责任的 美国的这项否决引发多国批评 包括中国、俄罗斯、沙地阿拉伯等国 甚至还包括法国和斯洛维尼亚等美国的亲密盟友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 反对在加沙停火 无异于为继续杀戮大开绿灯 张军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表示 中方对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 对草案遭到美国否决表示强烈的失望和不满 阿尔及利亚代表阿拉伯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 既是刑事的紧迫需要 也是基于人道最起码的要求 理应得到安理会所有成员的支持 张军也表示 表决结果清楚说明 在加沙停火指战的问题上 不是安理会没有压倒性共识 而是美国行使否决扼杀安理会共识 美国的否决释放错误信号 把加沙局势推到更危险的境地 不过随着美国总统拜登面临越来越大 关于减少对以色列支持的压力 华盛顿也提出一项关于加沙的替代决议草案 支持尽快在加沙实现临时停火 自从去年10月以巴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 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已经导致将近3万平民丧生 根据联合国估计 四个多月的无情战斗 已经移平了大部分的沿海地区 将230万人推向饥荒边缘 并且使4分之3的人口流离失所 国际社会行程 要求在加沙立即停火的压倒性呼声 但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停火的决议草案 多次遭到美国阻挠 自从去年10月以来 美国已经四次在加沙停火问题上 行使否决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